每天在这里讲有关于地产的消息给大家听 很多人说你刘定堅 自从你讲了之后 整个人都觉得你在唱衰香港 在唱唱唱唱唱 说几叉几叉几叉凉什么东西 近来少了 为什么呢 不是不是 咦 又不记得开眼灯 先回来 回来你讲 那现在是银行唱衰了 银行说我不借钱 你不借钱 这件事了 哪有人把钱拿出来买房子 所以地产商 地产中介都冲出来说 有什么搞错 金管国家快点警告一下银行 把钱拿出来借给人买房子 你白猴子 我都说最好 中原来来来来 整一间借贷的公司全部借钱 所有人想买房子和中原借钱 美联借钱 那就最好了 你这么喜欢人买房子 你借钱 你觉得好嘛 对吧 那你看好开心 楼价就升 接着你又赚利息 你又赚总佣金 你赚了 碰了 一如就和地产商合作 白猴子 好了 地产一直不停下滑 这个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事实 大家看到 就是根本 银行算得最清楚 因为我都说 他每天看着你的credit card 有多少人欠债 迟了还钱 一路增加percentage 全部有个全世界公认的某个percentage 的变化 是令到他觉得经济衰退来临 发神经 要不然他会不借钱给你 这么多 那些baddeap 现在全香港大把是负资产 不够吗 大佬 发神经 还去借钱给你 买一手都是负资产 所以香港 没运行的老闆 真是大祸 我都惨了 一会儿告诉你 为什么我都惨了 卖小的楼都惨了 对啊 刘定堅都惨了 恭喜你了 恭喜我了 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苦 好了 我们来看看新鸿基 懒聪的新鸿基是什么呢 特别是贴士 贴士去卖那些楼 nofolan 刚刚3B期推出第4号价单 接着呢 就推出78个单位 维持15个percent的discount 接着截实价是306万 差不多了 开始起了12000到1呎 总之是贴实 现在那个市价 他认为12000 那样 又说 接着什么 在9号 就发售154个单位 总共 125个单位 就是 单价卖的形式 接着招标啊 可以啊 看看哪个歌出 过多价钱 好了 接着招标 11000至12000左右 这个数 结果 结果 星期六星期日 卖了 卖了 22伙 厉害吧 22间真的 我卖吗 你猜 卖我那些 22间 单栋楼啊 单栋楼卖22间 差不多 60间那些卖22间 神经 新鸿基卖楼 几百间已经离了 他有 数以千计的单位 他不卖 卖了百多个单位 接着呢 卖了22个 死未 整个市场告诉你 喂 你万一至万二元 你省一点 你收起来吧 没有人会买的 这个价格 终于呢 新地呢 就 得到这个结果 其实市面 不停地告诉他 你这样搞 卖不了 他不管 一直不肯 让楼价 跟着跌 因为他未出嘛 未出这个 中期业绩 尽量啦 尽量希望 要不然又要重股 那些价值 那样 全香港所有的价值 那些楼均塌了 死不肯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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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2024年6月底 新地的货尾有多少 363,641个 之前说过 新楼货尾 上季的货尾 3,165个 单单一季 3月之内增加了 476个 厉害 全香港冠军 仆值冠军 好了 2024年 这个新地 还有11个项目 总共有6千多个单位 要卖出来 大部分都是独资的 自己赚光的 赚钱就是 输就输了 4700多个是自己 跟着 跟人家合复 合复 那些东西 那说一说 之前有空 没有时间说 新地就是这样 天晒天 啟德的 1490个 天晒海 439个 总共 一千 九百多个单位 就等着 长实炸他 不知道长实 什么时候炸他 所以说 退出 天晒天了 九百多个单位 快点走了 看看长实 李生怎么会出招 第四期 939个 那五月的时候 他第一轮 卖了210个 次轮卖了204个 总共卖了414个 那 他总共有939个 减了440 414个 44个 剩下525个 卖得好 这个 厉害 五月的时候 还是好环境的 六月七月就变成了 Novo Land 还有3A期 534个 3B期 769个 现在卖了3B期 西贡14香 1A1B和2A期 总共2302个 好 一大堆新红基的楼 扔出来的市场 要拿回钱 大家当然不相信 它有问题 不过银行相信 所以银行就说 快点买楼 还钱 老板 好了 港府公布 今年 次贵失业率 就维持了3% 你记住 当香港的地产 一塌的时候 那就会怎么样 地产商当然说 拖慢一点 是的 现在有2万多个现楼的货币 不够多 接着还有7万多个来 正在建那些 香港有10万个的货币 卖不出 大哥 你死不死 现在慢慢陆陆续续 卖你十几年就够了 新地 再建立 你的头就建立 就建不了头了 好了 于是乎 当然是尽量将那些地盘的 开工率一直延迟 所以你见到之前 又被人吵了 新地 哎呀 他停工了 然后他说 不是啊 我不是啊 是停工 后来说 不是说 遣散那些人放在其他地方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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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遣散就遣散了 真是浪费 好了 终于建造业 成为了一个大的重灾区 当然了大哥 没有公开嘛 个个都说 个个地产商 现在还比较 个个手货 再多建一些出来 等自己死了 神经病 银行又说 不借钱了 建了房子出来做什么 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 我们做白住 让你们 让咸伯去住 咸伯没有屋住 真是脆脆 好了 那接着 当然是尽量不建房子 于是 这个建造业的重灾区 政府还顶得住 现在暂时 因为政府 库房有钱 那怎么办呢 总之开工 开工 但是你看到了 这个新界东北 真是很严重的 尤其是北部区 死了 现在没有人肯买些土地 于是乎 这时候应付 你要想办 就是说你发债 都要将地 卖出来开发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里开发不了土地 那就是过几年 又没有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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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糟糕了 你有土地才有楼 没有土地 建什么楼子 所以现在 正是那里 搞地 东北 有派搞 我跟你说 有很大的麻烦 你又没有楼子 你又没有楼子 暂时没有楼子 暂时没有楼子 那是什么 抱歉 林郑那个 是什么 人工赌 你没有楼子 你没有楼子 现在是不是明日大雨 没有楼子 拖着 遲些做 遲些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希望我还没死 好了 那现在就要做 新界东北 新界东北的地产商 说你知善 我现在整个手都是 私人楼宇 商业楼宇 铺位 整个大抽 我们都卖不完 大哥 全部的人说 现在不租 又盛去了 深圳消费 你要远租 再开发 土地再做多些事情 暴谋了 你和你搞吗大哥 你让我买得到这些 于是乎 私人呢 就尽量不搞 你就去搞 现在就是 新的土地 你看到 就算保地价 二千多元 大哥 真是做差吗 真是 你想想二千多元 再加三千多元 合理的建造费用 那就是六千元成本 你六千多元成本 你就 即是 才有得卖 还相信 即是说未来 我赚一千元 有七千元 哇 六七千元 很厉害 香港的楼 錄到下去 六七千元 差不多了 我想 没有了 就是让我看 那些屯门 那些 真是 那些人用 成 现在玩什么 万一二元 到时看着 输一半 我跟你说 留定堅说的 看看两三年之后 是不是这样了 或者可能不用两三年 一年之后就到了 真是死了 好了 建造业 重灾区 那大佬 开工不足 没有工开 那真是惨 即是这个的 楼市不好 就会 开始倒进去 这个建造业先 建造业呢 就会令到这些工人 没有工开 那跟着呢 再加上呢 香港政府很聪明的 就加了这叫 外路 为什么呢 大佬 你楼价不停倒 可不可以减轻成本 侧侧薄那样呢 跟着给你外路过来 外路是什么 几千人几千人 来了什么 四千七百人 大佬 当然了 就说过价钱高 实际上 肯定是压价的 种种形式 中国人是这样 聪明的吃老 猜猜气 说什么都不如 好了 那就是 港府当然 打了这些数字出来 就说 是呀是呀 很多人受了短缺 于是乎 尤其是 地盘工人 结果呢 就有些扎铁工人 就跟所有人说 喂 没有工开啊 大佬 那跟着当然有了 上次已经说过 那些扎铁工会 怎样去玩 是呀 你没有工开啊 接着请你 请你两天 接着给最差的工总理做 等你赶你走 给你最少的钱 你自然走了 又再请外路 就是这样一路去换外路 因为外路有很多种方法 卡扣的钱 那当然是减少了 一半 三分一的钱都可以给到 好了 预期呢 你看看 不停减少地盘 即是减少 工程越来减少的时候 预期2026年至2028年 哇 厉害了 这三年了 私人注资的落成量 将会较到2023至2025 减少44% 哇 很厉害 你不停拉住拉住 现在每年二万多个 喂 比一万个好了 一万几千好了 不要搞那么多 于是拉住拉住 不要建了 自然地盘就开工少了 是不是先 那些工人 当然没有东西做 这样 供应量减少呢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除了这些新楼 买地 起地 就是这个 买地 很差了 大家知道了 我都说了 十几年都不用买地了 之前买下的 或者之前那两年 反应都很差 2023至2024年 财政年度 首三个季度 政府买地的地皮 只能够 算到 你不理會 地皮可以起到多少个房子 加上了 之后 只得1175间 首三个季度 哇 糟了 如果四分三年 即是春季夏季秋季 九个月之内 原来只得一千多间 供应 如果现在卖得了 这样 那就大事 那当然了 因为仓已经很多了 一千七百多个开工 死得了 远低于过去十年 知道没有 平均呢 每年是7,432个的 大哥 如果你用三季来计算 甚至是不到它的 四分之一 只有千多个 实在太过分了 那好了 这些新楼 没有买地 没有效果 因为你一定要卖到地 它才能平整地 然后再建 你卖不到地 那你就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但是单位供应 所以你看到 今年就算你做到建造工人 建造业目的工人 二六二七二八年 你都玩完了 我跟你说 所以 快点转行 不要再进去 另外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除了新楼 新土地去建楼 没有那么多量 给你建 于是工作量大减之后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旧楼重建 旧楼重建 也很流行 就是说 买了那个旧楼 有重建价值 向政府再申请 再起高一点 整个东西 合买其他土地 哇 于是乎 收购土地和业权 就是私人发展 重建项目 成为市区供应的 最重要来源之一 通过 这个 通常都是用强拍的方法 买买买买买买买 因为现在香港 纽龄 在50年以上的 私人楼宇 已经攀升到 9600栋 有成万栋 是这样的 开始进入危流 50年了 咦 未敷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了 通过强拍 这些重建的进度 就开始 令到市民觉得 没有强拍了 进度好像很慢 因为强拍的申请数量 就在2022年到22年到2023年到5单 因为为什么 我强拍你 就是我买了八成的 现在可以强拍你 剩下两成的 你落钉是不是 我就强拍你 于是乎收了那些业权 可以起来 赚钱 结果 结果肯定是死了 很多强拍的 就是拿债业权到现在 推出来的 输钱了 之前 今年 有一单都是这样 总之就是输钱了 你现在 好了 你看到 输钱当然是什么 当然没有人制 于是强拍的数目就越来越少了 你记住 那个过程是这样的 先 那些地产商 或者投机者 投资者也好 你看到一些旧楼 德国有重建价值 就去买了 买收购了一部分 或者收购了五六成 再动不了 于是乎 再买多些 或者合作 然后就强拍 买了那两成 接着就好了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 就要找职业 找职业 重新写过了 那些东西 划过了 然后再建一栋新东西 然后再申请高些 诸如此类 向高发展 找到食 就赚到钱 现在的楼都不能卖 是不是 你还建什么 差事 那些都不行 现在已经建了 那些 不要强拍了 又强卖了 死不死 于是乎 现在还申请来强拍了 很多都不想 现在 于是乎 这个强拍的 申请的中数 由2022年 跌至22宗 2019至2021年 3年 平均有29宗 平均每年29宗 跌至22宗 哎呀 很惨 谁知道2023年 常年更惨 只有五单 哇 死了 五单 一年只有五单 很离谱 不好意思 今年是没有 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申请强拍 哇 滚到去变零啊 你想想 由一般的 2019至2021 2021 和2024 差三年而已 是由二十几单 一下子插来 零 我跟你说 那就是没有强拍了 没有强拍就是没有地盘 没有地盘就是什么 就是没有公开 于是乎那些建造工人 又是没有公开了 慘了 于是乎 大家看到 这些消息 知道 就快了 我以前说的笑话 就是 终于香港的人 没有工做完 就去移民 那时候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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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和英国有工做 过去做 那样 那就死了 我跟你说 商业地盘方面 大家知道 在未来全香港 都有很大量的商业 楼宇去供应 那些单位 陆陆陆陆推出来 写字楼的价格 明显已经回落 你看到 甲下 月下 丙下 一路不停跌 是的 李嘉诚都没有人租 真是 长江 在中環 好 基本上 现在已经没有新的发展商 走去这么醒目 这么天才 走去买 搞这些商业地盘 不租 走去建这个楼 没有了 已经好了 2024年 截至到五月底 香港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强拍的过程 先说了 在过去这么多年 从未试过这些情况 所以大家要很害怕 我都害怕 喝杯茶来 定一定惊 反映这些发展商 就是说 不愿意在这个跌市情况之下 再去收购行动 然后呢 又说 现在息口高了 虽然说是减 不知减多少 都是烂捱 这些问题 没有市场 减成零 你死吧 你扶不动 你以为不用成本 是吧 死得了 对了 不用钱 借钱给你 但你也要花钱 不用利息 唉 没有公开 但是呢 这个可惨 那些地盘工人 有公开的时候 厌厌 下日不断受太阳煎熬 那 接着现在没有公开 就是经济压力的煎熬 大家都说 找工很难 经常找一些师傅 师兄 那些同行 问一问 有没有公开啊 什么时候 还要不要人啊 对方又这样问你 你有没有公开 你又指我 大家互相问 大家都在打电话 有没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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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没有这个人 有没有公开这个人 没有啊 不要再找 找来找去 全香港所有建造业的人 现在拿着手机 每天都这样按 看着老婆 每天都要出钱 喂 大哥 你不是说要找千多元一日 三千元一日 是不是 喂 快点开工 开鬼 现在 开波就有 开波 可以没想到 好了 發展局 就是去年七月 推出的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 補充劳工 哎 已经批出四十九份工营合约 有七千九百一十七个外奴的配额 已经慢慢陆陆续续 湧来香港了 那当然 就是 整天都说 吵得最重要 就是扎铁工人 因为他的技术 就是比较要求高些 跟着呢 又要求价钱又贵些 现在没有了 不给你了 扎铁 什么铁 哎 真可憐 好了 外奴帝来了香港之后 建造业的失业 开工不足 人数一直是这样上升 截至到最新今年第二季 不够一年 就是有四千七百人 人数多达三万零五百人 哇 这么厉害 从上2022年之后 抵照2023年疫情水平 真是大件事 工联会属于建造业总工会 扎铁工种是首当其冲的 之前都报道过 扎铁是很麻烦的 因为他那些有经验的人 在大陆下来很便宜 香港就顶不住 人家又熬得很厉害 很厉害 病都吃三碗饭 很厉害 韩国人一样 好 接着就 在九千名的注册 扎铁工人中 有三成开工 一个星期 不足三十小时 就是说什么 没有工开啊 老闆还请外奴下来 大家知道 政府很喜欢玩 招聘广告出来 要请人 然后请你 就给你最低的薪金 又给你最辛苦的工作 你很有经验 不理你 不断压低你的钱 那当然 你不用就不用就当是请外奴 那些招职 大家知道的 这些不是小孩子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还卖拢什么 这些东西 在卖地和楼市 这个暴入寒冬之下 香港政府当然知道 要背锅了 就是外奴 承建商 人力公司 用种种方法 去扣回容 很多 这些全世界 都请非用 太用 一定有这些情况 这些还小孩子 什么不懂 食宿费 交通费 介绍费 拿着筷子后 筷子费 又不理你 又不理你 其实就是扣回容 就是浪费 总之 香港的建造业的 各个工种人 越来越开工越少 一就是地盘减少 二就是这个 新的地盘减少 新卖地的建筑地盘减少 二就是这个 旧楼重建的计划 越来越少 甚至是零 那就是没有地盘 再加上外奴入侵 慘了 所以做建造业工人 很痛苦了 过去一年 香港因为 经济一路下滑 樓市进入了萧条 楼价地价 大幅贬值 至少一至两成 三成多米 还两成 职颍的货尾 破了两万个 很多楼卖不完 大佬 很长时间消化 那些东西 又高息呢 现在 但是我觉得 息口都不是一个问题 所谓高息 现在浪费起来 十一二厘 现在 现在德国 五厘七厘 就说高息 浪费起 好了 四大地产商 和承建商 都说 哎呀 负债累累 很惨啊 是呀 流定堅经常说 新地都不行 背了很多钱 二十几个百分比率 那 大家现在都背得很辛苦 大佬 好像几年前的大陆那些楼 在恒大的时候 我们为求生存 要怎么生存 生存不到 竟然间间收拾了 好了 在卖地方面 就之前出现过六幅地皮 连环啊 连环啊 流标啊 慘了 没有人要啊 其中东涌的地 可以建一千二百个单位 十年半以来 第一次 零入标啊 没有人愿意入标 你是不是傻啊 政府 不是谈好了 有人入标才好 那些价钱对吧 你要入标 起码有两三个入标 几样碎碎 所以 后来就谈了 不少的发展商 倾向于 推后的发展 现在楼子不停摘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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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建築上蓋建築工程洞工通知的準則的話 洞工量第一季更加少到1148 就是你說洞工 但其實可能搬進去洞貨倉 不是真的洞工 所以建築署是比較現實的 派人去檢查你的地盤等 按聯力跌了40% 3月私人流雨更出現 零洞工 一年來首建 即是說現在大家見到市場不行 不要再建樓了 於是大家寧動工 放著地盤就不停蝕息 恭喜他 另外就是剛才說了 強柏就流柏 你要將舊樓賣去 然後這個業權 剩下10% 我買了他 之後就定了強柏價 誰知道 擁有了80%的大業主 想著重建的 我現在不買 我現在不怕 因為怕我要起 但一起出來就大件 又要給利息 又要給高息 然後又不行 貨又賣不去 那就死定了 所以整體市區的供應量 這些樓 將會陸陸續續 以後這兩三年 三四年 四五年 一路一路少下去 於是香港的工人要知道 以後這十年八年 香港都是建築業 沒有運行 所以之前我們問過 看過 吳浩康說 這位前歌手 他跑去做這個 搭鐵架那些 都開工越來少 少了一半 哇 真是大件事 那我的朋友就做物流 都是幫工程的 搬來搬去的東西 結果你告訴我 是呀大跌 四五成這樣跌 已經是很熟的 那些老闆 但是那些公司 一直在撿撿撿撿撿 跌跌跌跌跌跌 不斷跌了 那些錢沒有了 任共 那你預計到了 就是吳浩康 是做鐵架的 那些叫結構鋼架 在地盤上 高樓上面 然後還有其他 扎鐵 剛才說過 運營土木 還有木板釘工 然後還有機械的設備 操作的工人 一大堆人都是跟著 沒有地盤 沒有地盤 不用開工的 一堆人就是這樣 失業 然後 當然 吳浩康那次介紹 地盤的飯盒 地盤飯盒又是沒得做的 又死了 然後還有大量的運輸物流業 因為每天你建築材料走來走去 沒有了 沒有地盤開工 還需要那麼多東西 放回去 就是停車場 慘了 然後原材料供應商 又是這樣 就是你戒磚 鋪磚 玻璃幕牆 不用供應了 都沒有那麼多東西 然後還有建築材料的供應商 石屎水泥一大堆東西 吳吳 不需要了 這樣就慘了 終於還有 Office裡面的側司 文儀 一大堆人 好好 又要收工 這樣 到好 對大堆人的收工之後 就到什麼 沒有那麼多樓 都沒有 裝修工人 沒有 設計師 也沒有 裝修師傅 也沒有 還有裝修 那些材料供應商 又不能掛 所以大家會看到 一個巨輪 砍下去 而這一大堆人 都會在外面消費 沒有公開 沒有消費 又再射一輪 所以經濟就會萎縮 大家小心小心 再小心 因為香港經濟已經是 去到這麼差的階段 已經一直滾下去 記住 要滾下去 但是 還有一段時間 小心一點 現在 大環境不好 大部分的傾向都是 因為這些投標都是 架低才可以 於是乎 大家儘量省錢 用一些外勞 諸如此類的東西 終於有一間老牌建築 陳馮祥在三月的時候 爆破 差了1.5億 清盤 接著 有78年歷史的補華建業 被人追了730萬的工程款 多少人追身稅 慘 整體物業不斷下跌 由於本地的建築業 失業率 開工不足 香港各行各業 其實都會伴隨著建築業 而開始有到影響 建築業一橫掃下去 都會吃飯 買東西 後面就差了 暫時的失業潮 只是部分的工種行業 發生的 但是我相信 下半年 倒下這一批的價錢之後 大家看著 銀行都不做生意 銀行不用做生意 可以炒白人 不用做那麼多事情 好了 接著 其他各行各業 還會被他內捲 捲死了 加上特朗普 又上台死了 真是煉美 哎呀要對付你中國 這樣又再加關稅 中國又再少些貨物出口 然後香港更死 令到香港的經濟陷入 超級低谷 全面 失業潮 我相信 在明年將會來臨 就是2025年 大家記住 劉正堅說 物業帶些 資產大減值 人人的身家都縮了水 縮了大絕 真正的經濟衰退 經濟蕭條 相信劉定堅 我認為是 2025年出現 這樣 將會降臨 到時大家就會見到 全面性的 失業潮 每個人都會受到衝擊 失業潮 你要抱著這條柱 那份工要拿著得緊 不然 不然 一聲就衝走你 老闆 香港經濟差 還有什麼影響呢 會不會連到我 這些人 就是劉定堅 說死了 我都死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KOL KOL的收入是什麼 是靠廣告 大部分都是靠香港人看 那就是靠香港的廣告 當香港經濟差 你說香港的廣告費 就是低 香港的廣告費低 或者整個預算少了 那就死了 於是我們KOL 都要付出代價了 劉定堅原來是 跟香港的命運共同體 所以呢 我們這個命運 香港衰 劉定堅衰 香港好 劉定堅衰 你想香港衰 不是啊 我想香港好的 英國 不要亂說 是不是 我不知多愛國 不知多愛香港 你這樣說 我都說不回英國 回到一會兒 不再去了 好了 那你看一下 香港經濟差 搞到連KOL都 不行啊 大哥 我們的經濟好處 我沒有公樓 算了 賣掉了 好了 大家記住 明年就 你看到今年的樓價再跌 一兩成就死了 明年肯定就是 經濟大衰退 經濟蕭條 老闆 大家記住 綁穩安全帶 一切 共渡時間 我們KOL 要幫香港的人 一起去 你沒有飯吃 我都沒有飯吃 我吃少些 是不是 相信這段苦日子 不會太短的 十多年 應該都是有數計 差不多了 老闆 祝大家好運 記住 明年將會很嚴重 今年有剩餐 留些東西 在春年吃 我告訴你 希望大家 可以共渡時間 過到這個 艱難的日子 多謝 記住 不要買樓了 點讚和訂閱 謝謝 謝謝 拜拜